加油 姐姐 谢谢 谢谢 真的 我是对 今天晚上49米给大家上啊 对 我不想 我就是那个啥 我是不想让他 呃 就是说 那么的累 然后那个啥 结果他说后台已经出现问题了 他说这个账号后台出现问题了 他说 呃 就因为他 呃 用那个就是小号去 呃 做测试 然后搞福利 然后九十几块钱在那里卖那个 呃 天马 然后已经出问题了 然后他说 现在这个号开起来 要卖 要么就不要卖天马 要卖天马的话 呃 开起来就要卖一百多单 然后卖一百多单 不然的话号就直接废掉了 然后他一直都说怪他怪他 所以我说根本就没事 有什么好怪的是不是 下次因为他天马有卖了一百单 所以我们这是要超过 但是我们卖别的可以啊 我们卖 我们我们贝母就从来都没有卖过一百单的 是吧 我们贝母就要卖八十几单 比上这多就行了 给大家给大家看一下这腊肉哈 给大家看一下这叫腊肉 就是他们每一块肉会不一样 像这个给大家看的这个是五花腊的话 这真真正 真真正正的哈 是四川这边 梁山这边农家的土猪腊的话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有点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五花肉啊 来 这是土猪跑山猪的那个存粮食猪肉哈 这个是土猪腊肉哈 土猪腊肉 呃 你们所见及所得 你们看到抽真空的哈 抽真空的 你们看到什么样子 你们收到要给大家抽真空的 不然收到生怕就说发霉啊 或者说出现各种问题 要给大家抽真空发的哈 真空 我们 真正空的时候那个真空带 呃 跟那个他都还要收我们五六毛钱 十三五一拍的好 谢谢 我们没有 我没有自己的真空机 你帮忙拿下 我去拿下那个后腿给大家看一下哈 我们有自己的真空机 然后我们拿去快递的时候 快递快递那边给我们 呃 抽 然后他真空 真空费 他都要 呃 就是 呃 一单他都要 抽我们 就是五六毛钱 现在 吃腊肉放不长了 腊肉你如果有冰箱 你放在冰箱的话 一年到头都可以吃 太乐的天气还是 还是 我觉得还是要放在冰箱里面 你拿回去放冰箱的话 你一年到头都可以吃 因为 呃 大城市的哥姐姐 你们不烧火吗 对不对吗 我们都是要烧火的嘛 我们因为每天都要烧火 所以就没有放 呃 冰箱 一斤哈 哥姐说了吗 四十九是一斤 今天是四十九吗 对 四十九哈 今天四十九的话是赚不了米的 拍了四单一起发 谢谢崇智姐 我们今晚上只是要说数据而已哈 不要赚米哈 四十九 四十九的话是一个试吃的价格 四十九赚不了米 我们 如果要赚钱的话 我们要卖大家五十九的哈 自己买一台真空机 自己 呃 做包装 因为我们现在本身量也不大嘛 所以我们就没有那个 我们就没有呃 去搞那个呃 真空机 然后呃 去发货的时候 他一单一单收 我们就说呃 真空费 他一单收 我们就说五五六毛钱 拍了三单 好 谢谢哥姐说爱们啊 呃 你们拿回去 如果说你们第一次吃的时候 可能如果说你们觉得有点咸或者怎么样 那么你洗的时候多洗几遍 然后在那个冷水里面都就是泡一会儿 或者说你煮的时候 第一 第一遍煮的时候 我们不要再煮一遍 再煮一遍 那时候他不会煮 煮的很坏 很稀烂的 因为这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呃 猪肉的话啊 我们这个猪肉的话 它不是就是说你们市面上买的那种就是呃 就是那个催长的猪啊 饲料猪啊什么的 其实很多时候饲料猪都还要好一点 其实很多时候饲料猪都要好一点 但是如果说是那个催长催打那个催长剂的催长猪的话 我们 死活都不要去吃 那种肉肉质啪啪的那种 这个我们存的存土猪辣肉 然后平时有呃 有偶尔放在沙上的这种猪呃 这种猪的猪肉的话 它肉质是很紧实的 你们拿回去 你们手一拿就知道 而且它我们熏的时候是熏 熏的就是说五六成干的啊 一般都是熏的五成干的哈 我们其实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吃东西呢 我们一定要吃 吃的是什么 吃的是一个健康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 尤其是呃 大城市的哥姐姐 我们呃 你去市场上啊 你就是买一个蔬菜 其实很多时候你们吃的蔬菜都不干净 因为呃 它在就是说 放在那个店里的话 它会打那个呃 什么保鲜剂 喷喷喷喷喷的 对不对 然后去洗了很多便都 其实上面都有保鲜剂 或者说是打虫啊 或者啥的那种 呃 打了什么药啊 之类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我们吃 就是说 吃的比较就是说干净一点的啊 绿色一点的东西 真佩服13的好脾气 呃 反正脾气真的很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对就是说每个人脾气都会那么好 反正他对我是真的脾气真的是挺好的 真的是挺好的 就包括呃 做些什么事啊 或者说是 因为很多时候呃 哥姐说阿姨们是在就是拍了这些 要肥一点的 好 呃 因为那个啥 呃 哥姐说阿姨们很多时候啊 很多呃 呃 就是说哥姐说阿姨们看到的时候呢 你们是 你们只是看到的我们的视频内容 视频很多时候也是呃 有做剪辑的哈 有什么说什么 很多时候有些东西啊 有些话语啊 是剪掉了的视频 然后我们坐在直播间 呃 也就是隔着屏幕的 对不对 你们现在是没有看到就是呃 没有见到过凡哥也也不知道凡哥是什么脾气 其实凡哥真脾气是挺好的 但是我不知道他呃 他的好脾气只是针对于我呢 还是说呃 针对于其他大家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凡哥他呃 脾气是真的挺好的 对我是挺好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会遇到一些很多呃 麻烦事啊 或者说是什么 啊 就包括呃 他凡哥妈妈啊 给我转 呃 转钱 呃 让我滚蛋或者怎么样子的时候 这些让我一直都不告诉他 最终他知道的时候 他也没有对他妈妈发火 呃 但是呃 相对而言 我生气会怎么样相对而言 他都是一直都是 呃 在我这边就是哎呀 你不要生气嘛 其实都都怪我都怪我都怪我 一直在说都怪他 我知道根本也不怪他 是不是 有些人忘你穷 哎 有的怕你找好男人 怕你过好日子 呃 就乱说 说你 呃 师爷姐姐 对 是的 呃 这个我 我也知道 是的 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啥 我们这边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 就说 呃 亲人怕你负 亲人 亲人怕你 就是怕你死 但是也怕你负 亲人他不希望你呃 就是死去 但是很多就是你周围的呃 亲人 他真的怕你比比他过得好 怕你负起来 呃 是不是 所以呃 很多时候呃 有些事情 因为我 说白了 我也不是什么三岁孩子了 我也不会在就说哥哥姐叔阿姨面前 我装的我有多可怜 装的我真的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 是吧 呃 像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吗 我们拉罗海朋友没拍的 我们赶紧去拍拍网 我就给带下了 我最后十个书啊 给大家 大家去带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哥姐说阿姨吗 那要您 不会吃的 我们贝母 贝母 要贝母是吧 不会吃的 哥姐说阿姨吗 要贝母 你们稍等一下啊 呃 不会吃的 贝母 我们今天就不卖了 商货我们就不卖了 就是就是那个 那个 展在就是 就是不是 其实腊肉也是山货 腊肉也是山货 但是呃 只是说腊肉是我们的四川的特产啊 然后那个 展在我就说外面的那个什么 呃 什么什么财哈 嗯 那个前面那个知识药的那个啊 那个那那种货 我们不带了 因为带的话 凡哥说什么 他说带的话一定要 必须要带个呃 就说八十多单一百多单 要不然的话 账号就直接死掉了 其实这个怪我也不怪凡哥 不要听别人怎么说过好自己的生活 谢谢哥姐说阿姨啊 十个数以后腊肉我给大家过掉了 但是我还是 呃 对 四十九一斤哈 四十九一斤 然后四十九一斤是给大家做的 呃 就说试吃的价格 如果不是啊 如果不是 你们直接来找我就可以了 知道了吗 如果不是 你们直接来找我就可以了 腊肉 呃 我 但是我跟大家这么说 我 我线下我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虽然说我说话 虽然说我说话不好听 虽然说我说话不好听 但是线下我也是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不会去看任何一个人 我们啊 很多外地的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 他可能就是呃 不会吃 是真的不会吃这种烟熏的呃 就是 烟辣制品 那烟熏的您不会吃的 您就不要去拍了 但是如果说您家人会吃 您家人有喜欢吃的 您也可以去带 还有就是说 呃 我们呃 卖高一点 四十九是不赚大家米的哈 直接就这么跟大家说 我们如果卖五十九 那么我们就能赚大家几块钱 有五六块七八块钱 刚才手上多重 呃 这块可能一斤多一点点 这个一斤不到一斤半吧 不到一斤半 这个一斤多一点点 这个哈 二两这样 这块可能一斤多一点点 然后呃 我们贝母 贝母 呃 哥姐说阿姨啊 贝母要卖多啊 要卖将近一百单 我上次我卖了八十几单 这是要 像那些 像那些就是呃 山上的那些啊 山上的那些要什么才哈 哥姐说阿姨啊 像那些的话哈 是呃 谁买了 买了是对大家有好处的 腊肉 腊肉的好处 我们的腊肉的好处是什么 是一个 纯纯的 就是说一个跑山猪 纯粮食猪的一个猪肉 然后大家吃了是放放心心的 放放心心的去吃就可以了的 这个腊肉是 知道了不 那我拍一单去 好 我 我有什么说什么 我们不会吃的啊 不会吃的 我们就不要去拍 你一整家 整个家里家家人都不会吃的 我们就不去拍 真的 如果我们之前有在我直播间卖过腊肉 呃 觉得好吃 觉得会吃 会好吃 因为腊肉腌制品 是有一个湖南的有一个什么地方 也也也也有这个 然后我们四川会做这个 这个可以说是四川的一个特产也相当于 知道了吧 买五花 然后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下啊 五花肉的话 基本上是百分之七八十八九十人是喜欢吃五花肉的 因为五花肉呢 它是 一层肥 一层瘦 就是 呃 半肥半瘦的啊 五花肉是 然后后腿肉的话 相当于偏年轻一点的人喜欢吃后腿肉 因为年轻人很多人他不喜欢吃肥的 一点点喜欢肥的都吃不了 我以前 我以前我也是一点点肥的 我吃不了 但是现在五花肉我也我也喜欢吃 所以说 我们拍五花的话 五花是 半肥半瘦 它不会很肥很肥哈 半肥半瘦 但是它的 油是很多的啊 油是很多的 半肥半瘦 然后 呃 我们后腿肉呢 是就是说 呃 七分瘦 三分肥哈 呃 这个跟大家说清楚一下 然后来 现在呃 现在此时此刻啊 直播间来 家人们啊 以前有在我家带过腊肉 已经吃过了的 觉得好吃的 会吃的啊 我们外地的朋友 尤其是 当然我们四川人肯定会 肯定是 肯定是觉得好吃 对 四川人一吃就知道 一吃就知道是郑重的啊 知道吧 而且我们四川人 四川人一吃就知道是郑重的啊 您拍了 您拍了 您拿回去 您会 您打开打开包裹 您就知道 我们这个腊肉是不是一个 呃 纯纯的一个粮食猪 是不是一个跑山猪 是不是一个真真实实来自大山里面的一个东西 这个肉质 四川人是拿回去 他是 直接就知道的啊 一看肉就知道 手一摸就知道的 所以说我们外地人来 以前在我们家吃 呃 就是带过腊肉的啊 尤其外地的哥姐姐啊 带过腊肉的 会